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是最難的 今天最難的部分在這裡 OK 那我要找到入接到 所以入接到的話 當然 如果你不會用函數解決的話 那你變成就是要塗法鏈鋼 塗法鏈鋼不得了 這邊總共Ctrl向下 有3525筆資料 那你變成以前的做法是 你要點兩下用選的 來下門接CtrlC CtrlB 那你要做多久 而且如果今天資料 假如又更新的 那你不是要再來一次 所以這個時候 恐怕要想一個規則 那可是問題規則 其實這一題 入接到有點像上個禮拜那個刮壺 你說老師這沒有刮壺 是沒有刮壺 可是有類似刮壺的東西 什麼意思呢 因為前刮壺都是固定的 但是如果你能夠找到規則 比如說這一條路或這條街 它的前面這個字 有沒有一個常態性的 它好像前面可能是區 也可能是里耶 還有一種可能性就是可能是零 那我大概看一下 從頭看到尾 大概就是三種可能性 有沒有 因為前面不外乎是什麼什麼 那你說老師為什麼不把他統計一下 就是這個為什麼不把他這個地址 可不可以讓他都有零 那這樣就好了 前面就有零 但問題他這個資料就不是那麼整齊 所以如果像這個問題 應該是誰要負責的 那就要承辦人 如果各位有時間 你如果打電話跟承辦人講一下 可不可以把這資料前面都加零 里跟零通通加 那這樣OK了 前面那個字我就知道了 那我就抓後面那個字就好了 第一個問題就解 第二個問題就幾個字 因為可能是廈門街三個字 可能中校東路可能四個字 所以要怎麼知道說後面這個字 應該是數量是多少 那這怎麼辦 不過有個固定規則 什麼規則 後面那個字可能也是三種邏輯 要不就入 要不就接 要不就到 所以前面三個邏輯 就是區、裡、零 後面是入、接、到 有沒有 所以我只要能夠找到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然後我再把它加一 就跟那個瓜虎一樣 下一個字的意思 然後至於幾個字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後面這個字的位置 減掉前面這個字的位置 那我就可以得到它應該有的字數了 OK 所以要怎麼做 這個難度就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如果我剛剛講 如果你不去想公式 你用土法煉鋼 那真的是噩夢 而且你今天做完 明天再來一次 天啊 做到什麼時候 所以理論上 這應該不太可能 用人工的方式完成 所以第一個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可以用那個fine函數 尋找 尋找的話 我們可以一樣 用fine 尋找 尋找先從找什麼 找區好了 所以我就先找找看 幫我找一下有沒有區 跟這樣 先找區好了 反正找區 找里找林 好像都應該都一樣 哪個先哪個後 結果應該一樣 然後到哪裡呢 到地址裡面找找看 找到之後 它得到的是第六個字 OK 然後我按確定 那向下填滿看看 不過向下填滿的話 理論上都有區 這樣不對啊 所以理論上應該是 先找林好了 因為找區好像全部都有 如果找林 Ctrl D一下 好 那這個公式 我們把它改一下 我把它先複製 我換到一個有林的地方 應該在第幾 第六 第七列這個地方 編號六的地方 然後我在這邊練習 因為只有這邊有林 然後把它改一下 先找林好了 先從裡面找 往外還有可能 我們按確定 打勾一下 0 這個有吧 有林這個字啊 看一下 那後面這個應該是要找哪裡 找這個 改一下 應該f7 儲存 那你會發現這個儲存格裡面 位置第11的這個字是那個0 那問題是往上填滿的話 你會發現上面都找不到 所以呢 我們後面的邏輯應該這樣 如果他找不到林 那應該往下一個單位 就是再找里 有沒有 如果找不到再找區 所以喔 變成說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我就找下一個 可是你會發現用什麼做邏輯判斷 找不到的話是這個 我上個禮拜講過 如果找不到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如果找不到的話 那我用什麼來做邏輯判斷呢 用那個邏輯裡面 我們有個ifl 如果找不到 把這個貼上去 如果找不到的話呢 那你就 如果發現出 那你就幫我繼續找 找什麼呢 找例好了 OK 所以喔 把它貼上之後 這邊改成例 OK 好 上個禮拜是兩個雙引號清除 可是我們是 上面的找不到 請你找里 OK 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上填滿 你會發現喔 里 找到耶 那區的部分沒找到怎麼辦 沒關係 再一次 所以呢 再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等於是說ifl 要必須 做兩次 所以第一次是先判斷 如果沒有0的話 那第二次的話呢 如果沒有什麼 沒有0也沒有里的話 那幫我去找什麼 找 區 那找區的話 你可以把上面的公式再複製一下 貼到底下 記得喔 貼的話是前刮後刮 這邊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區就可以了 那這個意思就是說 如果找不到0 就幫我找里 如果找不到0跟里 就幫我找區 OK 好 這三個完成了 向上填滿 那向下填滿 理論上我就找到了 那個位置 對不對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可以怎麼樣 利用這個公式再去切割 所以把它不包含等號 剪下來 插入一個mid 這個應該是文字裡面的mid 然後文字在這邊 有沒有 公式是抓哪 公式抓這個 OK f2 所以把這個不包含等號 剪下來 然後再用mid 把剛剛的公式 放在那個mid的第一個 這個應該是這個 OK 跟這樣應該 應該是這個 它的地址 那哪一個字開始 這個字加1 因為呢 不外乎是0里區 那第三個是幾個字 那幾個字 可是當然如果我輸入3的話 假設我先輸三個字 按確定 如果我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會抓到字 可是喔 如果我是三個字的都OK 可是四個字就不OK了 那不對 你說老師那這樣子 好像最後少一個步驟 其實最後如果要讓它 字數OK的話 有個方法 不外乎是3 不外乎是4 可是問你說老師那我輸入四個字 但是我自己是手動去刪嗎 也不對啊 所以最後我有個方法 因為我只要找到前面那個字了 可是後面那個字的規則 跟前面這個的規則 基本上一樣 差別 只是說把0里區改成路階 所以我想到一個方法 我可以把剛剛這個公式 再貼一次 然後分別把什麼 把這幾個字 分別改成什麼 改成路階道 也就是說你先去幫我找路 如果有路的話 那就以路這個當成是我的位置 如果找不到路的話 那你就幫我找階 如果你找不到階的話 那最後再找到到 反正就是把0里區改成路階道 最後的話 然後再檢調什麼呢 找到後面的字 再檢調前面字 所以再貼一次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三個字了 按確定 好 向下填滿 理論上應該就會全部正確 不過裡面可能會有一些特殊案例 像是它地址不完整的 或者有物質的 那個可能要另外處理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分別把這個路階道 的公式給做出來了 不過相對的難度其實是非常的高 那我剛剛主要是利用什麼 先找0 有沒有 再把它減下用ifl 再找里 再減下再放在ifl 然後再用mid 去把它加1 那底下的話就是幾個字的話就是 就是把剛剛的公式減跳什麼 改一下 把那個什麼 把零里區改成路階道 那這個公式蠻冗長的 不過雲端上面有放一個 你們可以先試試看好了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才有辦法下一階段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有把那個我做完的 就這一串 OK 那只是還是很冗長 那這個其實跟上個禮拜的 那一道題瓜糊有點類似 只是說因為它沒有那麼單純 前面那個字不是只是瓜糊 可能有三個選項的話 那我們用ifl來做處理 其實可以達到我們要預期的效果 試試看好了 好